在11月29日大約晚上7時 有市民發起了 望富石聲援12港人行動 其中一位活動發起人陳先生表示 12名港人被激壓接近100日之際 希望可以透過活動 令更多人會關注這件事 向中共施壓 陳先生向《本部》記者表示 真的會擔心12人可以一夜之間消失了 記不見他們 而最重要的是 他們想見他們所選擇的律師都不行 真的很難令我們放心 所以我們覺得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回香港 盡快可以結束他們的痛苦 結束他們家人對他們的擔憂 因為我不覺得 只是他們12個人的事 不是全香港人的事